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草鱼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那其实呢 脆肉换也是来自于草鱼 草鱼呢 也被称为换鱼 但是这个脆肉换的口味啊 却和草鱼呢 它有着很大的差异 那么脆肉换是怎么从草鱼演化而来的 脆肉换到底有哪些特点 又怎么去吃呢 好 来看看我们记者的调查 脆肉换在二次瘦身时 对水温水质的要求都比较高 瘦身期在30至45天左右 通过这么好的水质 把脆肉换这个瘦身瘦45天 这样出来的效果就比较好 脆肉换本身在鱼盘里面的那个鱼虫味呢 也可以通过这段时间的话 完全地消除掉 最重要的话这个鱼通过45天的瘦身呢 它会把体内的垃圾把它们排掉 脂肪的话呢 也会没有了 这条鱼的话就肉质的话就更加结实 更加美味了 为了养好脆肉换 当地的人真是下了不少功夫 因为养殖脆肉换需要特殊的气候条件 广东人所说的脆肉换鱼 外形与一般的换鱼很难区分 只是体色略带金黄色 但主要之处就在于 这种换鱼吃起来 皮爽肉脆 肉质极富弹性 红烧脆肉换鱼南 是当地最为普通的一道家常菜 取脆肉换最为肥美的鱼南部位 切断加调味料和蛋黄搅拌均匀 过油 再猛火爆炒 这道菜保留了脆肉换 本身爽脆的口感之余 还能品尝到鱼南油脂的香甜回甘 换鱼吃了残豆之后 肉质会变得爽脆 这个秘密是当地人在喂养换鱼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的 残豆让换鱼的鱼肉组织发生了改变 它含有胶原蛋白与钙质 比吃草的换鱼高出了许多 这种变化让原来普通的换鱼 立刻身价倍增 成了市场上的强手货 说起来大家都很熟悉草鱼 因为养殖方式的一些改变 竟然升级转化成了营养价值更高 口味更好的脆肉患 这事说起来简单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门道的 那这个草鱼之所以会生机为 比较优质的脆肉患 除了喂食残豆 也离不开当地的水资源 还有气候条件 那在东深圳比较成功的 脆肉患养殖生产模式 搬到其他的地方呢 效果还真就不一定好 另外呢就是脆肉患的质量好坏啊 主要是和它的脆度有关的 那脆度越好的价格也越高 但是从外观上呢 我们很难辨别 为此呢消费者如果想要购买脆肉患的话 建议您呢还是通过正规的渠道 去选择有品牌和相关认证的脆肉患产品 这样的质量才能更有保证 齐来风雨桩 是新加坡首家独创 以鲜鱼为主导的特色品牌 由中国客家烹饪大师 以川敏菜结合自创秘方 精心研制出具有特补 特鲜特香 味道鲜美的特色菜肴 深受敏南人喜爱 齐来风雨桩 屏着企业的经营理念 公司创办人何光春 决定将此产品印进新加坡 并结合了当地美食文化 大胆创新 研发出多款适合新加坡人的口味 与众不同的鱼锅 其口味鲜美 鱼肉爽脆 油耳不腻 具有丰富的胶原蛋白与钙质 守当地人的赞不绝口